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那部戏里边我觉得杨幂很丑 不带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事实是那部戏 网友们看了这段视频 都在评论里指责这个男观众乱说话 逆施党吃到了酒围糖喜极而泣 大家都说果然这么多年了 事业心里还是维护着大秘密啊 一路上热度超高的节目演员的诞生 终于在昨天迎来了总决赛的陆志 从网上曝光的现场照片来看 吴秀波波叔加盟担当决战军师 他依然留着标志性的银发和胡茶 穿着一身黑衣 眼神看上去十分专注 有了波叔的加盟 总决赛就更没有看见了 据说录制当天 导师张子怡在为自己战队的选手 拉票发言时 更是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他说微博上的各种谩骂 让宋丹丹心里非常难胜 甚至没去排练 在房间里一直哭 这让他倍感心疼 而他们是真的爱这个舞台 张娘娘哽咽说完之后 观众们都四发地响起掌声 为他加油 这话看了小八哥心里也一阵心疼 估计等节目播出时 又得哭到网上一大票人吧 也许你们见过爱豆在台上 给粉丝扔糖扔外套 但一定没见过爱豆扔戒指的 昨天下午刘亦菲在成都 参加电影录演时 向台下的粉丝们扔花 不料手上的戒指无意脱落了 结果也不幸被甩了出去 发现不对劲的神仙姐姐不慌不忙 悄悄跟保安大哥说了之后 就对着粉丝们挥挥手离开了 不带走一片云彩 之后神仙姐姐还发了微博 调侃自己 据说这个戒指价值九万块钱呢 还有粉丝表示 送花又送戒指 就当你给我们求婚了 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 给你们扔戒指的爱豆 就嫁了吧 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 又到了贺岁荡影片 扎堆上映的季节 前有冯小刚导演的芳华 正在热映中 紧接着陈凯歌导演的新片 《妖猫传》明天就要上映了 大家是不是都等不及 要冲向电影院了 先别慌 头条军特意专访到了 张玉琪 张天爱 刘浩然 欧豪 这次被来自盛唐的爱豆 一波最强剧透送给大家 竖起耳朵 仔细听哦 由陈凯歌指导的古装悬疑片 《妖猫传》就要在明天和大家见面了 一想到电影里呈现的是花费六年时间 按真实比例还原的长安城 头条军就按捺不住 想一探究竟的激动心情 但是参加完发布会 采访了一圈之后 头条军更期待的是 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的剧情 不得不说为了展现圣堂之美 各位演员们都很拼啊 下面就有请来自东土大堂的 小哥哥小姐姐们 给大家来一波终极剧透 本真女士优先的原则 我们先把话筒交给美得 相当不容易的圣堂三美 贵妃娘娘张荣荣 为了诠释杨贵妃的采艺双绝 以零基础学员的身份 苦练几个月的琵琶 还时不时冥想深思 以求和杨玉环来一场 跨越千年的灵魂交汇 养尊处优的关太太张于奇 拍戏时可是吃尽了苦头 光是第一场戏 就扭了一下午头 吃了一下午瓜 他还在专访中 给出了一个令人精掉 手中刮的劲爆剧透 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我觉得是《妖猫传》里面 最复杂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等于一个人 饰演了四个角色 所谓的风骚之美 唐之风骚 我觉得在春京身上 是表现得淋淋尽致 他的造型 我说的是造型 不是我 三美中的另一美张天爱 也是语出惊人 他透露说 自己在电影里竟然无台词 还是古装版旋转 跳跃闭着眼的小彩奇 这节奏 突然君稍微有点晕啊 因为我的戏份不多 其实是他并没有牵扯到 很重要的一些剧情 或者是他很重要的人物关系 并没有 他是一个靠转圈卖艺的女孩 然后你的所有台词 都在你的舞蹈当中 再看看他跳舞时 穿的这个裙子嘛 真心没多重 也就快使劲而已 因为裙子太沉了 那我转圈 我停下来的时候 我如果不站得稳稳的 那个裙子都带着我就跑了 特别重 熏腾他 虽然不负责剧情 只负责美也是美拆一桩 可这美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点 小姐姐们虽说拍得很辛苦 对自己美美的造型还是很满意的 而电影里点燃极乐盛宴的两位美少年 刘浩然欧豪 却在专访中不约而同地抱怨起了自己的羽毛透视裙 原因并不是因为光着腿太冷 而是受不了自己太美太鲜了 看看他们那大写的直男抗拒脸 简直不要太委屈呢 我们两个人穿上那身 大家就看到了海报里那身衣服的时候 我们两个开始就觉得 这两个人好像两个小姑娘 就我们一开始也不太习惯 对 因为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称姐妹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习惯那套开场那个衣服 然后我们就一件的方式开玩笑 我们两个你想我们之前都是部队战争戏 对我们都认识到都是对方灰头土脸 很阳刚的那一面 然后记得突然发现两个人扮上这样打扮的时候 我们两个刚开始觉得挺好玩挺有意思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的baby 难度系数更大的是两人还要性格互换 演绎出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一面 浩然的那个角色是比较倔强的 比较叛逆的 然后单轮反而是比较温和的 就是大家如果从以往的这个的一些角色来看 我觉得这两个人可能会反过来 但是导演就想要这样的反差 你们成功引起了头条军的兴趣 温柔款款的欧豪和咄咄逼人的浩然弟弟 到底会是什么样呢 不过呢 这个充斥着拼命三娘和拼命三郎的剧组中 最辛苦的其实还是主演露娜 没错就是妖猫本猫的扮演者 我们的黑猫露娜 有戏的时候配合镜头认真表演 没戏的时候还要被主演们亲亲抱抱各种戏 刘浩然专访前还抱着她舍不得撒手 黄轩拍爱抱时也是借着工作之便花式吸猫 表情要多陶醉有多陶醉 张天爱拍杂志封面也要来个撸猫三连拍 更别提剧组日常吸猫了 怪不得欧豪都要亲自认证说露娜才是羊毛传的绝对C位 这样一个全员拼命的剧组 呈现出的作品着实是令人期待呀 所以还等什么呢 赶紧电影院约起来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是不是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那就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更多娱乐资讯 等你来审阅 在这里还要感谢最大的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明天见啦 拜拜 女生 女生 到底是年轻啊 到底是年轻啊 很明显的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